通知来了,国务院最新机构设置,及部委管理的国家局设置。 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国发,20186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根据党的19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和国务院第一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务院直属特设机构、直属机构、办事机构、直属事业单位设置方案。 现江国务院机构设置通知如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 二、国务院组成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 中国人民银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省技术教育部对外保留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牌子 三、国务院支属特赦机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四、国务院支属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国家体育总局国家统计局国家国际发展和作属国家医疗保障局国务院参事室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对外保留国家认证任何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牌子 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全局在中央宣传部加挂牌子 由中央宣传部承担相关职责国家宗教事务局在中央统战部加挂牌子 由中央统战部承担相关职责 国务院办事机构国务院政务事务办公室 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在中央统战部加挂牌子 由中央统战部承担相关职责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与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与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列入中共中央直属机构序列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在中央宣传部加挂牌子6 国务院支属事业单位新华通讯社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务院办展研究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迹象局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行政学院与中央党交一个机构两块牌子